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11日 禮拜五 歡迎收聽今日的新聞 我們首先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拜登在昨天正式簽署了 已經醞釀了兩年之久的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的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公司等 對中國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 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等三個領域的 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投資 目的是阻止美國資本和專業知識 幫助開發支持中共軍事現代化的技術 拜登在寫給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領袖的信中表示 他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來應對中共等國家對軍事、情報、監視 或網絡能力至關重要的敏感技術 和產品方面的進展所構成的威脅 而今日英國首相新委城政府發言人表示 這項行政命令在美國的做法上提供了重要的明確性 英國也將仔細考慮這些新措施 同時我們將繼續評估某些投資所帶來的潛在國家安全風險 除了英國之外 今日歐盟委員會一位發言人也表示 已經注意到美國在8月9日對中國投資領域發布的行政命令 歐盟將對美國相關涉華禁令進行分析研究 並就此會與美國保持密切溝通 在這個問題上繼續進行合作 而德國經濟部一位發言人也表示 德國已經注意到歐盟委員會要對美國行政命令進行研究的表態 德國也會積極參與這個進程 拜登簽署的行政命令毫無懸念地遭到北京的強烈不滿和譴責 北京聲稱已經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這項行政命令的出台可以說不容易 行政命令是否可行的討論基本用了近兩年的時間 國會共和黨一直批評力度不足 但美中領導人多次見面後 拜登的新行政命令最終落實生效 這個行政命令可以將中共打到趴低 有觀點認為 這亦反映美國國會兩黨意見一致的目標 美中兩國短期內難有重談合作的機會 而英國、歐盟的加入可以看出美國正在同盟友密切協調 共同完成對中共脫勾的目標 自由亞洲報導稱 這個對於經濟處於內憂外患 希望將新資金流入中國的中共來說是雪上加霜 新禁令在中共最缺錢的時候出台 不僅是投資層面 在企業發展上也有影響 行政命令全方位令中國高科技產業斷水斷糧 影響私募投資對中國AI產業的持續投資 上市企業 例如阿里巴巴、騰訊都有涉及AI半導體 這樣是否會令到私募基金和投資者有了戒心 從而減少內地的投資 甚至會削弱香港金融中心和半導體貿易中心的地位 另外很明顯的 現在中國大陸是缺錢需要外來資金 而現在美國的表現就是 你不要想用我的錢去幫你研發 加上因為很多金融的都會經過美國的系統 所以這個也向金融界產生一種阻嚇性 據《獨家》報導10號披露 近日擁有17萬8千名粉絲的微博帳號 《劉海的橄欖球世界》爆料說 一位前體壇國手因為涉嫌貪腐被調查 這個人比國足的李鐵影響力更大 而且曾經獲得奧運金牌世界冠軍 還曾經出任正聽六年的項目主任 究竟是誰引發外界高度關注 該帳號獲得亞運會橄欖球項目和牌官方認證 在體壇有相當影響力 評論區網友根據雙料冠軍的線索 紛紛猜測涉視人身份 劉國良、張繼科、黃蒙、鄧雅平的名字頻繁出現 其中鄧雅平更加成為評論區被圍攻的對象 據網易消息 傳媒人劉海此前在社交媒體表示 今天一位前世界冠軍 奧運金牌運動員被帶走配合調查 如果最後落實會比李鐵更加重磅 去年12月初 露媒爆出南足原主教練李鐵 打架波案金牙高達幾億人民幣 銀行存款過億只是資產之一 如果定性嚴重違法 刑期至少10年以上 李鐵之後是原中國女男教練李亞光 也都被中紀委調查 涉嫌嚴重違法違紀 目前仍然難以證實是否鄧雅平 他在1989年至1997年 一局獲得六次勢錦賽冠軍 和四枚奧運金牌 24歲退役 後來從政 2009年出任共青團北京市委副書記 37歲出任人民日報社副秘書長 人民搜索總經理 成為中共史上最年輕的政廳級幹部 有報導說鄧雅平在任職期間 兩年內花光20億投資 2016年又氣正重傷 河南鄧雅平體育產業投資基金 在該省成立 成為大陸第一個以著名運動員命名的 體育產業基金 傳聞出現後 8日晚鄧雅平發出一段影片 展示為孩子做烏梅小番茄的過程 不過影片中他並未露面 只有龐術和烹飪畫面 除了鄧雅平之外 很多網友認為 乒乓球國手張繼科的可能性也很大 他被捕光卷入賭球醜聞 負債高達1億9千萬元人民幣 張繼科是中國第七位 獲得大滿冠冠軍的球員 還有人猜測是前短度速畫國手黃蒙 但黃蒙工作室9日發聲明說 沒有被帶走 沒有配合調查 沒有聯繫不上 不過觀察者網曾從企查查APP發現 黃蒙股權被凍結 被凍結的企業是灣道體育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被凍結股權數445萬人民幣 黃蒙是最大股東 持股89% 軍事YouTuber周指定認為 前冰冰波運動員蔡真華和劉國良都應該被捕 另外8日山東老能在主場以0比1輸給成都融城 直接將中超積分榜次席的補助讓給成都融城 10日網上熱傳影片顯示 當時在比賽現場 憤怒的球迷齊聲大罵中國祝協 網友說又激起民憤了 黨管理的祝協球員也向淘汰 充滿了關系和利益 有能力的球員入不了場 民間不能成立俱樂部和球隊 中國隊球迷只能看這種低流的球賽 《華爾街日報》評論認為 本身是球迷的習近平多年來 一直在推動將中國轉變為一個足球強國 但他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卻成為半腳石 有人說罵中國祝協 就是罵習近平、罵中共 而中國祝協是中共的形象代表 還有人說中國球迷終於爆發了 將一個政府組織作為謾罵對象 估計祝協是第一個 同日成都大運會也閉幕 中國隊以103金、40銀、35銅、高居第一位 金牌數超過一半 日本隊排第二只有21金 韓國隊排第三、美國隊以一金排名第24位 推特帳號胡北辣妹認為 中共完全無視規則、逃避規則 這個就是欺騙 同現代文明格格不入 通過欺騙手段贏得幾塊金牌 這個是光榮還是恥 外國運動員基本上都是業餘的 大學生就是實實在在的大學生 甚至都不是體育生 你以舉國體制培養的職業運動員 來對別人的學生 照日新聞批評中國運動員 並非真正的大學生 拿職業運動員參加大運會比賽有失功運 美國因為中國跳水隊員是奧運冠軍、世界杯冠軍 美國隊直接退出跳水比賽 不和你玩了 這樣的金牌有意思嗎? 這樣你有面子嗎? 我們需要這樣的金牌嗎? 8月10日 熱帶風暴卡魯席卷朝鮮半島 帶來暴雨和強風 南韓當局疏散了洪水災區的1萬多人 並關閉了學校、航空、海運 火車服務都被取消 卡魯在南韓東南海岸附近的巨濟島 登陸後 由南向北縱觀朝鮮半島 移動速度為每小時25公里 預計8月11日進入北韓境內 並可能會襲擊首都平洋 據北韓官方媒體報導 該國已經準備好防航措施 和搶救龍作物 南韓內政部表示 颱風導致很多道路和高速公路的地下通道關閉 350個航班停飛 數千列火車停運 100多手客輪停運 1萬多名居民撤離 目前沒有人員傷亡報告 南韓氣象專家李賢浩表示 卡魯是第一場直接掠過朝鮮半島的風暴 海面溫度的升高 令它的威力更加強大 氣溫越高 風暴獲得的能量就越大 因此未來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強的颱風 南韓上個月遭到強季風降雨侵襲 那場災難導致40多人死亡 其中14人死於被淹沒的隧道中 我們來看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中共為了保北京、洪干 限令水庫洩洪 突如其來的洪災 不知道造成多少生命的喪失 而洪災期間 中共高層據傳在北大河開會 沒有在救災現場露面 洪水逐漸退去後 中共又開始造蘇救援、唱讚歌 並積極維穩 引發民眾憤怒 而就在民怨沸騰之時 9日 多家主要官媒發表重磅文章 不僅將水災的責任卸博給習近平 在人民領袖習近平專題發文 實幹家習近平 而且放在網站置頂為字 文章稱 海內外輿論高度評價 習近平是位實幹家 這樣對習近平 包括設立洪安新區在內的政績 大力讚揚 資深評論人蔡臣坤9日發推文說 央視此時此刻推出重磅報道 人民領袖或實幹家 是典型的低級紅、高級黑 無論當前的經濟數據、災民的憤怒哀叫 還是難以逆轉的國際關係 都跟這篇報道顯得如此滑稽可笑 女美學者胡平9日對《大紀元》表示 官方稱習近平為實幹家 是所謂思想家的升級版 因為這幾年習近平的著作出了一本又一本 成了全國甚至全世界最高產的作家 所謂思想家 我相信沒有一個正常人能夠接受 中共總理李強8日露面 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稱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救災 外界懷疑 這是李強被習近平為這次洪災揹禍 緊接著8月9日 《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切不可鬆敬》 文章說 近日 習近平提醒受災地區 尤其是山區要防範刺生災害 切不可鬆敬 黨媒也證實了習近平 親自部署、親自指揮 似乎是配合李強脫禍 8月9日 中共軍部發表大頭條文章 題目是堅決聽從統帥號令 解放軍和武警部隊聽應擔當 抓起抵擋洪水的鋼鐵提霸 軍部同樣證明了習近平親自指揮 不過 最主要的是 文章關鍵是要故意展示 軍隊一直在聽從統帥號令 這就等於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間接告訴大家 火箭軍換帳後 軍心不穩 正嚴重侵蝕習近平的權威 還有 8月9日 新華社大頭條發表文章 題目是《中華論將調查研究》發揚江大 這應該是習近平去北大河開會前就安排好的系列宣傳之一 文章再次提到習思想主題教育 稱抓好調查研究 在查實情、出實招、求實效上下功夫 讓人匪夷所思的是 這篇文章發出的時間點非常不合事業 因為中共剛剛在北京周邊製造了洪災 造蘇式救災由照黎華盛一片 新華社此時卻偏偏提調查研究 還說查實情、出實招、求實效 中共高層都不在京城 怎麼能調查研究? 不禁令人懷疑 這不是在宣傳習思想 而是幫倒忙 自7月29日以來 北京、天津、河北、東北等地遭遇洪水襲擊 到處汪洋一片 然而洪災發生後 只有負責主管水利的中共副總理張國清出面救災 七常委沒有一人延伸災區 隨後中共新華社等官媒連續發文 聲稱習近平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親自部署、親自指揮 而中共當局這次洪災中的表現引發極大非議 包括洩洪水浸瀆州、被批補北京補洪案 以及海綿城市建設的失策、救災中的宣傳造假穿布等等 其中由於洩洪、河北省瀆州災情慘重、水浸四層流高 導致撤離不撤的數十萬居民受困傷亡、民怨沸騰 北京上月底發生洪災、門頭溝成重災區 新華社5日曾發文說 習近平在8月1日指示 北京市作為現代化大都市要經受得住這場考驗 胡平表示,習近平這句話無疑於告訴我們 後來河北省書記魏岳峰說的 河北要堅決做好首都護城河 與其說是拍馬屁,不如說是貫徹習近平指示 當年大饑荒年代 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說 四川必須要調糧食給中央 四川可以死人,首都不能死人 其實這句話是當時的中南海要求他說的 周恩來鄧小平都對李井泉說 北京的死人影響大 北京不能死人,四川人必須做犧牲 胡平表示,中共的宣傳沒有效果 人們心中有數 事實上,習近平的災難性決策接二連三 搞了好幾年的動態清零 結果不得不一朝放棄,勞民傷財 中共感染死亡人數也是個迷 作為當局過去幾年對民營經濟進行的打擊 現在經濟不好又趕快急殺車 胡平說,他做的事情不是搞坏了 就是搞成爛尾工程 越來越多的民眾有了更切身的感受 這個對習近平的權力構成了一種嚴峻的挑戰 香港資深作家硬順溝8月9日在臉書上說 歷來天災是民變的導火線 中國這場水災會如何蔓延,就等我們拭目以待 今年以來,中共在海外設立的秘密警察站 被美國、加拿大、荷蘭等國調查關閉後 澳洲最近再發現,中共警察以更隱蔽的方式 雲端技術監控海外華人 據澳洲廣播公司近日披露 澳洲境內一處中國警察聯絡站沒有固定場所 中共通過雲端系統提供澳洲境內的中國人 與中國境內警察聯繫的管道 被稱為雲上警橋 該雲端系統是以騰訊的雲匯議協助平台 和即時通訊程式微信商結合而組成 據了解,該雲端系統由江蘇南通的海安市警方指揮 而海安聯絡站隸屬於該市的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 而該會隸屬於中共統戰部 據中共官媒《新華日報》報導 澳洲的中國留學生代表已經被聘請為海外聯絡官 幫助使用這個在線系統 女學學者李玄華8月9日對《希望之聲》表示 為什麼做這種雲端系統? 最主要的原因是澳洲從2013年開始 前兩屆政府在打擊中共的滲透 所以才有了中共偷偷摸摸地做 現在沒有人敢去配合中共 在澳洲落地去做這種事情 雖然有些人還是想親中共撈利益 但是尤其是入了籍的這些華人 年頭很多的他們對澳洲社會了解 他知道做這種事情對他沒有太大的利益 非常危險 所以他就不敢做 中共並不能收手 就用所謂的高科技來繼續完成這些事情 李玄華進一步指出 華裔佔澳洲人口的5%至6% 中共對澳洲落了血本 一直想將澳洲作為它的後花園 以前那些在澳洲註冊的商會和鄉會 一定到中令館去掛名入花明冊 向中共爭寵 以便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 中令館的官員對在澳洲的中國留學生 是分辨負責的 他們組成所謂的統一戰線 為中國利益和政治目的服務 已經嚴重干預了澳洲的內政 破壞民主政治、新聞媒體和學術自由等 針對中共滲透 澳洲政府強力反擊 2018年澳洲參議院分別通過 《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 《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案》 《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等反滲透法案 原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表示 這個做法是中共在新的國際環境下作出的應變 因為中共原來派到海外的警務系統 都被很多國家發現 並且採取了法律上的強制措施 而國際社會對中共這種自外法權的行使 加強了防範、打擊 狡猾的中共只好變換手法 採用從線下到線上 從實體到虛擬的這種方式 繼續在海外從事這種自外法權的準司法行為 只能讓國際社會對中共政權產生更大的反感 也會加大打擊力度 據CNN獨家報導 中共在全球設立了100多個海外警察局 加拿大騎警今年已經在安大略省、 灰北克省和不列甸哥良比亞省 關閉了被指中國警察站的非法活動 美國今年4月17日以涉嫌經營中國秘密警察站為由 拘捕了兩名華約男子 多謝收聽這一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多謝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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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